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跨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 我们每天都可能遇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不论是在工作场所 社交媒体 还是旅行当中 这种多样性的互动 无疑是丰富 并且是有趣的 但它也伴随着一些挑战 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如何理解和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 所带来的情感表达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心 欢迎来到喜乐人生这个频道 这里主要分享我的个人生活感受 以及我如何从繁琐的生活过渡到简约的生活 最终的目标是迈向精致生活 无论是健康饮食 还是日常活动 心理成长 我在这里要请你和我一起探索更美好 更充实的生活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喜乐人生 想象一下你正在中国旅行的时候 在一个传统的家庭晚宴上 你注意到一位年长的家长 尽管心情非常的愉快 却他不常常会下出声来 他的脸上偶尔可能会露出一些微笑 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静静的看着大家 偶尔他会点点头 当你和他说话的时候 他的回答还是彬彬有理 并且也不会流露出太多的情感 这样的情景在东方文化当中并不罕见 在这些文化之中 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 情感呢 往往都是非常的含蓄和泪廉的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受瑜伽思想的影响 那这些文化强调克制和礼节 当他们表达情感的时候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暗示啊 诗词啊 或者肢体语言来传达 尽管他们表面看起来是平静的 但他们的内心呢 却可能是已经波涛汹涌了 例如中国人有时候会用相思病 来形容深深的思恋之情 而在日本 面对季节的一个变化 或者人生的无常 他们会用物哀这个词语来 用来表达一种淡淡的忧伤 和对生命短暂的一个感叹 好 现在让我们来换一个场景 来到美国 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 你看到一个美国朋友 当他开心的时候 他会大笑 他会拥抱你 并且他会直接告诉你 他有多快乐 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表达 自己的不满和担忧 无论是在言语上面 还是在脸部的表情上面 那这种情感的直接外露 他是基于西方文化中 比较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 他和东方文化不同 西方人鼓励人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他们认为这样有助于个人的心理健康 也能促进人际关系的一个深度 西方人通常认为 真实的感情表达是建立信任和理解的一个基础 因此当他们与其他人交流的时候 会直接地说出他们的感受 无论是喜悦愤怒还是悲伤 他们都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表达 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 但是当东方的含蓄泪脸遇上西方的直接外露的时候 故事往往就会产生一些冲突和误解 让我们来试想一下这样的一个情节 一位中国商人与他的美国合作伙伴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商业计划 当美国伙伴很热情洋溢地表达他的想法的时候 中国商人却只是微笑点头 并没多说什么 那这个时候这个美国伙伴 他可能就会误会以为对方对他的提议不感兴趣 或者缺乏热情 而实际上这个中国商人 他只是根据他的文化中的礼仪 选择了更谨慎和更含蓄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这样的误解并不小见 在跨文化的交流之中 东方人可能会认为西方人的情感表达过于直接 有时候甚至是唐吐和不礼貌 而西方人则可能会觉得东方人过于压抑自己的情感 难以真正的理解他们的类型世界 那最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之中 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 更好的理解彼此 共同创造出更加和谐和丰富的文化交流故事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提升这种文化交流呢 提升文化交流呢 可以促进全球理解合作和和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我们要学习和尊重其他的文化 主动学习其他文化的历史习俗语言和价值观 可以通过阅读啊 观看纪录片啊 或者参加其他的文化活动啊 来实现 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之中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可以避免用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他人 保持一种开放式的讨论 尽量找多一些机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做一个交流 讨论各自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 这也是有助于我们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偏见 我们也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国际的会议论坛或者跨文化的交流项目 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对话和合作 我们也可以透过学习外语 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 学习其他语言能够直接的和他们来交流 在现代的社会之中 经由很多提供翻译服务或者语言的学习资源 可以帮助不同言语背景的人更好地来交流 参加或者举办不同的文化的节日和庆典 这是深入了解和体验其他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 我们也可以创造多一些机会让年轻人他们相互的接触和体验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网上的平台来分享不同文化的内容和故事 这样子也可以来促进文化交流 我们也可以透过政府和非政府的一些组织来促进和支持国际文化的一个交流项目 比方艺术展、音乐会、文化讨论会等等这些 也可以通过鼓励大家参与全球志愿服务的项目 这不仅仅可以帮助其他人也能够深深地体验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活 那透过以上措施 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来提升文化交流 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 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建立更加和谐的共环境 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这些文化之间的碰撞会变得越来越的频繁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 这也带来了文化上的融合 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情感表达方式 他们在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同时 也学会了如何更好的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一个交流 希望今天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我鼓励你也在下面的评论区提出你的问题和反馈 你的故事和见解可以帮助更加多的人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 也请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获得更多的更新 下期我们将继续讨论其他的情感问题 敬请期待 下次再见